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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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前去叫了一声戴老板 戴笠当晚根本无心情留下来打麻将 找了个理由用车送向影心回家 很快 两人就缠绵在了一起 戴笠更是直接把向影心引入了军统 成了军统有名的全戴花小姐 无意发得知这个消息后 虽然气分万分 但是想到戴笠 立马就不吭声了 再也没有找过向影心 戴笠想用向影心出掉阴路羹 但是事情败露 向影心被抓 戴笠亲自出马 才将其解救出来 很快 毛人凤也看到了向影心 对向影心美色垂涎已久 更是希望借助向影心之手飞黄腾的 于是就亲自求见戴笠 让她将向影新嫁给自己 戴笠很痛快地同意了 但是两人结婚后 向影心与戴笠仍然时不时来往 毛人凤看到眼里却不说 任由他人指指点点 她丝毫不提 机会终于来 戴笠飞机出事 毛人凤很快代替戴笠 成了军统的大老板 达到目的的毛人凤 看到向影心就像垃圾桶中垃圾 恨不能处置而后快 1947年 向影心生病感冒 戴笠找到了机会 直接对外人说向影心疯掉了 然后将向影心送到了精神病院 原本以为靠着自己的眉色 将两个男人玩得团团转 却不想成了两个男人手中的筹码 用完后被随手丢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